快看,这只狗狗忽然爬到床上,闻了闻女主人的肚子,随后他开始对着女主人疯狂大叫,男主人叫他闭嘴,他却越叫越凶,直到女主人生气,小白才肯消停下来。 对于小白不同寻常的行为,女主人突然意识到不对劲,他赶紧拿出燕云棒测试,原来是自己怀了小宝宝,夫妻俩兴奋地拥抱在一起。 但随后,夫妻俩又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,原来女主人最喜欢的小白其实是一只流浪狗,从小到大经常被熊孩子欺负和追打。 所以他每次看到小孩子就会表现出愤怒和不安。 男主人害怕小白的不安愤会吓到肚子里的宝宝,就提议要把小白卖掉,但女主人不忍心,他再次受到人类伤害,坚决要把他留下来。 以至于之后的生活中,男主人只对小黑狗疼爱有加,直接无视小白的存在,小白对此感到非常不满。 一转眼九个月过去,女主人顺利生下了宝宝。 女主走上前想让小白认识下他的小主人,但小白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小宝宝,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,吓得宝宝大哭不止。 男主人早就看他不爽了,直接把他关到了门外,整整关了一天,不给他喝水吃饭。 小白无辜地望着屋内,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女主人请求把小白放回屋内,但丈夫为了保保安全,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 就在小白失落之际,他转头注意到隔壁家的大黄和主人正在愉快玩耍。 看到这温馨友好的一幕,小白似乎知道自己要走座。 到了深夜,宝宝的哭声从对讲机里传出来,夫妻俩赶紧去婴儿房查看。 当两人走进屋内,宝宝却停止了哭声,原来是小白在床前安抚宝宝。 对此,男主人还是不放心,又一次把他锁到了门外,小白委屈地趴在地上。 这时,他的伙伴小黑在屋内闲逛,小白立即伸出转子开门。 小黑瞄懂他的意思,熟练地跑过来把房门打开,让小白悄悄地溜进来, 然后熟练地拉上小房门,最后找个舒坦的地方睡觉。 小白则安静地守在婴儿房外,寸步不离,他担心小主人会再次哭泣, 即使已经困到不行,他还是坐在门外整整守了一夜, 直到第二天早上,夫妻俩出门,不可思议地看向小白, 然后走进婴儿房才看他们发现宝宝仍然睡得很香, 看来小白的守护非常有效,再加上女主人的劝告, 慢慢地男主人也不再那么讨厌小白了, 夫妻俩抱着宝宝蹲在地上,给小白亲近小主人的机会。 小白缓缓走过来,下巴依靠在小主人身上, 心里暗暗地发誓,似乎在告诉他自己以后会好好保护小主人的。 女人给宝宝换尿布湿,小白就在一边打下手, 把用过的尿布湿掉进垃圾桶。 晚上,他就继续蹲在旁边哄小主人睡觉, 直到大人们都起床,他才会放心地离开。 小白简直为小主人操碎了心, 不但要督促小主人按时用餐,还要清理他掉在桌下的残渣剩饭。 小主人刚学会走路,小白就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, 生怕小主人不小心摔倒, 上下楼梯的时候也要让小主人亲自搀扶着才行。 小主人就这样在小白的呵护下渐渐长大, 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纪。 晚上,小白会静静陪着小主人做作业, 监督他好好学习。 遇到不会算的题,小白在一边着急地汪汪叫着, 急于鼓励。 不仅如此,小白不会允许任何人打扰小主人学习, 即使连家人都不行。 除了学习之外,小白还时刻操心着小主人的接送问题。 每天下午4点3刻, 他会主动叼上狗生, 找到女主人,提醒他去接孩子。 就这样,他们快乐而幸福地走在回家路上。 就在这个雷雨交加的深夜里, 小白在客厅焦急地来回跑, 不停敲打夫妻俩的房门, 最后终于把女主人叫醒。 他匆忙把女主人带到女儿房间, 原来是小主人发高烧了, 医生告诉他们,幸好送来得及时, 不然女儿很有可能烧坏脑细胞。 小主人出院后, 小白会形影不离地守护在他身边, 只要小主人稍微有点不舒服, 小白都会透上前细微地观察, 然后向大人们汇报情况。 这天晚上,妈妈哄女儿睡觉, 女儿担忧地问起妈妈, 老实说狗狗的寿命只有十几年, 她害怕失去心爱的狗狗。 妈妈欣慰地告诉女儿, 只要好好照顾狗狗, 她将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 女儿转过头问小白, 你真的会永远陪着我吗? 小白懂事地爬到床上, 以此来安慰自己的小主人, 小主人这才安心地入睡。 几个月后, 小女孩的暑假到了, 夫妻俩准备带女儿去旅行。 小主人依依不舍地向小白道别, 她长这么大, 还是第一次与小白分开。 可小主人才离开没多久, 小白就在家坐立不安。 小黑找到保姆汪汪叫, 让他打开房门, 放小白出去。 保姆不耐烦地拒绝了, 但这边的小白始终担心着小主人的安危。 没办法, 到了晚上, 趁保姆不注意, 小黑协助小白溜了出去, 一路追赶小主人的方向。 哪知道第一次出远门的小白, 就遭到了人心的险恶, 被跑出租的大叔骗上汽车, 准备拉去卖狗肉。 最后小白趁着车上人不注意, 才侥幸逃了出去。 赶了一夜路的小白早已经鸡肠鹿鹿, 再也走不动了。 没想到路边两个小流氓又盯上了他, 一个人在前方用食物诱惑, 另一个人则在后方假装淡定搞偷袭。 最后单纯的小白还是被坏人绑在了树上, 两人转头就去找狗肉店老板商谈, 驾隔去了。 殊不知附近一个小男孩目睹了全过程, 善良的小男孩走过来解开绳子, 赶紧放走小白, 小白回头向小男孩表示感谢, 然后继续上路奔向主人的方向。 最后, 小白在一片树林里闻到了主人的气味, 原来女孩一个人迷路在了这里。 小白顺着女孩呼救的声音找到了受伤的小主人, 小白赶紧走向前安慰她, 女孩暖暖地抱着小白, 心里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。 这时, 天空不作美, 突然下起大雨, 小白赶紧把女孩带进一个山洞里取暖, 小白担心她会着凉, 就趴在她身上给予温暖。 大雨过后, 小白急着把小主人带出这片树林, 但女孩因为衣服被打湿, 开始不自觉地发烧, 甚至有点神志不清。 她没有看到地上的狩猎陷阱, 小小白则迅速跑来, 挡在女孩面前。 小主人这才逃过一劫, 没走多远, 一棵翻倒的大树挡住了他们去路, 女孩个头太矮, 根本爬不过去。 聪明的小白立即沿着大树寻找缺口, 但大树的顶端是悬崖, 根本过不去。 小白再次朝相反方向探索, 结果这一端被山体滑坡挡住, 也无法通行。 小白无奈, 只能就地打洞刨坑。 小白奋力刨出一个缺口, 成功钻了过去, 但女孩却迟迟没有动静。 小白焦急地跳上树干, 发现小主人已经昏迷。 小白急得团团转, 就在此刻, 他听到了女孩爸爸的呼唤声, 狗狗赶紧闻声赶来。 男主人看到小白, 意识到情况不妙, 紧跟着小白匆匆来到大树旁, 抱起女儿拼命地赶往医院。 他心急如焚地跑着, 根本没注意到脚下的狩猎机关。 就在这危急关头, 小白纵身一跃, 用尽全身力气把男人推向一边。 男人顺利躲过了机关, 但小白却不幸被机关打中。 男主人看到小白躺在地上, 慌忙跑过去查看, 才发现小白的腿已被当针刺穿, 站都站不起来。 男人瞬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, 因为他无法同时带走女儿和狗狗。 坚强的小白提醒, 他先带走小主人去看病, 然后自己忍着剧痛躺在那里, 表现出一点不疼的样子。 男主人让小白等着自己, 然后抱起女儿离开去医院。 当小白看到主人安全离开后, 终于撑不住昏迷了过去。 等小白再次苏醒后, 男主人正带着小黑跑过来救自己。 但不幸的是, 兽医说陷阱的钢针上涂有毒药, 狗狗是活不了多久的。 男人轻轻抚摸小白的脑袋, 眼泪充满了眼眶。 之后, 全家人准备陪小白安静地走完他最后一段。 此时的小白已经虚弱到了极致, 就连他平时最爱吃的肉串他也没有胃口去吃了。 小白看到小主人跌倒, 下意识地起身想去帮忙, 可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小白。 女主人看到, 强忍着眼泪说道。 在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, 小白回忆起了往事。 当他还是流浪狗的时候, 被善良的女主人收留。 当男主人讨厌他的时候, 女主人会为他求情。 当小宝宝出生的时候, 女主人会给他介绍相识。 当他消除内心对小朋友的恐惧后, 女主人会给他亲近小宝宝的机会, 狗狗是最忠诚的动物, 你给他一个家, 他会为这个家奉献一生。 最后, 小白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小主人, 然后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 小白的一生到此圆满画上了句号。